中華職棒在黑鷹事件之後 陸續還爆發了黑金 黑米 黑熊 黑象事件 整個職業棒球的形象跌落 黑蜜蜂的一片 我們的台灣國球不就變成黑球 在這個時候 我們中華職棒每場入場人數 從將近7000人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再破盤再破底 跌到了1676人 那那個球場不就十分之一而已 就一小撮在那邊看 所以啊 那個球場就開始陸續解散 轉賣等等 看我們的棒球就被翻證就對了 旅途台灣我們下週天下午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差不多了 趙慣麗這個時候 英雄就要出現了 所以趙慣麗我要問你了 英雄是誰 你知道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少年 他用他的球棒打出了台灣的形象 是嗎 嗯 喜相 我跟你講這個人呢 通常我們講到他呢 要先立正站好 就像我們寫文章寫到國父 要先控一筆一樣 他的叫做 他叫做 陳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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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青棒時期開始呢 也就是戰功標明 那國際賽常常都有他 當時很多日韓牆頭 都成為他棒下的驚嘆號 民族英雄耶 你看包括浦山號 這個達比秀友 達比秀友超有名耶 雙板大幅 雙板大幅很強耶 尤其是在2001年世界盃的時候 那時候的銅牌戰 我們拿了三分 通通都是陳清風打回來 難怪陳清風引退的時候 大家幫他做這些紀念MV裡面 常常都是球瓶在那邊 哇 陳清風怎麼那麼喊 又是陳清風 太棒了 不過呢 旅外的青年照 陳清風有回臺笑面耶 真的很感人耶 就說那時候回來拿暮熊隊 就有保佑的人想 對他也蠻好的 給他大聯盟蠻的薪資 對他也是非常的優待 那陳清風的回臺 就讓我們的春華之光 叫做起死回生了 重新再燃起一片希望